各位朋友,大家好 如果说张玉凤是毛泽东最后的女人 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反对 不过作为一代帝王 毛泽东最后的女人 其实不止一个 还有一个女人 也可以称得上是毛泽东的最后女人 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 她名字就叫做孟景云 据说毛泽东在临死之前 说出来的最后一句话 我很难受 叫医生来 这八个字呢 就是对孟景云说的 那么孟景云又是什么人呢? 她是怎么样成为毛泽东最后的女人的呢? 在毛泽东死了 见马克思之后的第四天 也就是1976年9月13号的人民日报头版 有一份长长的 为毛泽东的守宁人的名单 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和医护人员的守宁名单中 可以看到 孟景云的名字列在了最后一名 出现在人民日报 对那些与他排在一起 经常上报纸的大人物相比 对外界来说 孟景云完全是一个陌生人 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但是 能够上人民日报 成为毛泽东守宁名单中的蚁人 本身就证明了孟景云也不是无名之辈 不过 作为毛泽东最后的女人 孟景云的角色 应该是特别重要的一个 为什么 她只能排在守宁名单的最后一名呢? 据说原因之一是 与中南海的宫廷内斗有关 与制定这份守宁名单的主事者呢 他之间呢 有些不和谐 不过 主要的原因呢 是 孟景云呢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时间呢 是最短的 从他1975年5月24号开始 到毛泽东1976年9月9号 见了马克思 孟景云与毛泽东一共呢 朝夕相处 只有489天 这个与张月凤啊 张耀词等人呢 在毛泽东身边的那个时间相比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短 当然 这与孟景云陪伴毛泽东走完人生 最后一层的时间 虽然只是一年多 但是呢 他们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呢 就一点也不短 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呢 也超越了所谓的点头之交 事实上 何比他大四岁的张玉凤相比呢 孟景云和毛泽东相识 并且呢 成为毛泽东的女人并不晚上多少 当时是毛泽东专列服务员的张玉凤 在1962年被毛看上成为毛的炮友 并且呢 在1963年呢 为毛生了个私生子 而在张玉凤生下私生子张兰子之后不久呢 也就是1963年4月的一个星期六的傍晚 当时还不到16岁的少女 孟景云是中国空军文工团的舞蹈演员 他在首次前往中南海 接受陪中共最高领导层跳舞的任务之后呢 就上了毛泽东的大床 不过和张玉凤一直待在毛泽东身边相比呢 孟景云的命运就坎坷取责的多了 虽然贵为毛泽东的女儿和情人 孟景云在文革期间呢 却被毛泽东亲手打成了反革命 送进了监狱 那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了 然而已经到了风拙残联的毛泽东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呢 他又把孟景云召回到了他的身边 成为他的贴身护士 也成为了他最后的女人 那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孟景云是犯了什么罪行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他打成反革命呢 他为什么又把孟景云召回成为他的守宁人呢 我们先说一说 毛泽东为什么把孟景云召回中南海的故事 1975年5月24号 北京呢 已经是初夏天气了 开始热起来了 那一天 中南海来了两个穿着军装的妙龄女子 一个穿的是陆军的军服 一个穿的是空军的军服 他们两个人虽然穿的是满大街都是的军装 但是由于他们长相清秀 体胎恶罗 走在街上呢 还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要知道中南海是军机重地 是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所在地 敬畏深言 等闲人是不得靠近的 不过显然这两个妙龄女子不是等闲之辈 她们一路走来完全是清澈熟路 那么这两个人究竟是谁呢 原来穿空军军服的漂亮女子叫田宁 是当时解放军空政文工团的演员 是毛泽东的小女友之一 她是来交任务的 就在不久之前 她来见毛泽东 之后就奉了毛的指令 专程去找孟静云 现在她完成了任务 就把孟静云给找回来了 不用说另一个就是孟静云 其实孟静云原来和田宁一样 也是空政文工团的演员 不过她现在穿的是陆军的军装 因为她已经不是空军的一员了 她现在是湖北省武汉一家陆军医院的护士 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 他们到了中南海北门之后 就往里头打电话 警卫人员接电话后写了一张条子 这张条子很快就送到了 毛泽东的基要秘书张玉凤那里 田宁和湖北来的孟静云要找张秘书 张玉凤看了条子告诉毛泽东说 孟静云和田宁来看她 毛泽东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点头同意了 当孟静云在毛泽东面前的时候 显然勾起了毛对往事的回忆 这就是十几年前首次在舞会上认识的 那个被自己称为半个小同乡的姑娘 他们已经有八年都不见面了 关于这是重逢根据孟静云的回忆写成的 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的一书当中 就有着比较详细的描述 孟静云上前兴奋的向毛泽东问好 主席我是湖北来的孟静云 记得你不就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吗 湖南人毛泽东曾经在早年就认了 孟静云是半个小同乡 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一下就冒出了这样的一句 毛泽东当时患有严重的白肋脏 一只眼睛已经失明 另一只眼睛也只能分辨光线的强弱 他拉着孟静云的手像十多年前一样 轻轻的抚摸着 然后他又用手抚摸着孟静云的面孔 想看清楚孟静云的清秀相貌 可惜瞎子一样的毛泽东什么也看不见 据说后来 孟静云在说服毛泽东做白肋脏手术的时候 就用毛可以再看清孟的样子的理由来劝说毛 毛泽东一边摸着孟静云的脸 一边说 你这么多年都不来看我 见面就让我给你平反 这个反魔法平偶 孟回答说 我怎么不想来 我只是来不了 现在他终于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就不顾一切的开始讲起了他的遭遇 从1968年他被抓到办学习班 到蹲监狱到劳改到回老家 到干了护士 那千言万语 一时又哪说得了那么多 毛泽东静静的听着 一直拉着孟静云的手 对孟静云的遭遇 他并不是一无所知 事实上很多事他都清楚 也许他自己知道是他害了孟静云 最后毛对孟说 你不要讲了 你来了就什么都好办了 你就留在我这里工作吧 孟静云被毛泽东这突如其来的决定 弄得是将信将疑 留在毛的身边工作 这怎么可能啊 他行吗 他够格吗 毛说的话是真的吗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孟静云却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作为回答 我是来找您平反的 我的答案里肯定有黑材料 孟静云他没有回答了毛泽东做出的决定 毛泽东当然也不需要他的回答 因为他知道他的话意味着什么 你在我身边工作就是平了反 你是我的女儿 也是我的朋友 就这样呢 孟静云进了中南海 留在了毛泽东的身边 成了毛身边的一名医护人员 成了毛泽东生命之路上的最后一个护士 也是毛泽东的最后女人 当然孟静云也平了反 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 孟静云二进宫再进中南海 又回到了毛泽东身边的事情 很快就传遍了空军文工团的上上下下 他们很多人都奇怪啊 以孟静云当时的情况 尤其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没有摘 为什么会被毛泽东收留 为什么毛泽东八年不见呢 仍然念念不忘 孟静云还专门派天宁去把他找回来呢 毛泽东玩弄过的小女友 没有几百个 也有几十个 论漂亮 孟静云就像毛的另一个最亲近的女人 张玉凤一样 姿色是有一些 但是肯定算不上是最漂亮的 另外论能干的话 就护理来说比孟静云能干的人 那也是不知道多了 去了 事实上 毛泽东当时身边的还有一个贴身护士 李宁师 他倒是曾经专门学医 在四川医疗队呢 干了五六年之后 在回到北京去见毛泽东的时候呢 被毛留下来当贴身护士的 在孟静云来到毛泽东身边之后啊 毛当时的身体虽然已经是一天不如一天 人们竟然发现 毛居然把受过专门训练 有丰富医护经验的李宁师给赶走了 孟静云这个反革命 又没有受过正式的医护训练 可以说条件很差 毛泽东为什么就是对孟静云情有独钟呢 当然有人试图解开这个谜 但是好像都没有什么说服力 比如说啊 主要是孟静云的性格呢 很对毛泽东的胃口 根据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这本书啊 就很生动的描述了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情况 1963年4月的一个星期六的傍晚 当时呢 还不到16岁的孟静云首次呢 前往中南海 接受了陪伴这个中共最高领导层跳舞的任务 从晚上七点钟开始啊 跳了三个多钟头 到了晚上十点多钟啊 只见舞厅里的人呢 纷纷起立 乐曲啊 也停止了 原来是毛泽东 三三来迟 大家都欢迎他 在毛泽东 与一个年轻的女舞伴跳过一曲之后 第二首是欢快的喜相逢 坐在不远处的毛泽东 在有意无意之间呢 侧脸向孟静云看过来 并且呢 对孟啊 轻轻的笑了一下 孟静云年纪不大 但是呢 毛这一几挑情的眼神啊 让他马上就意识到了毛的意图 他第一时间呢 就走向毛泽东 邀请毛和他跳舞 开始的时候 他的动作还有些慌乱 毛轻松的对他说啊 小同志 别紧张 你的舞步不错嘛 跳着跳着 孟静云逐渐的感到放松了 两个人就一边跳 一边呢 展开了一番对话 是这样的 你是新来的 我第一次来 怪不得没见过你啊 小同志 你叫什么名字啊 孟静云 哦 孟静云 跟孟夫子同姓 这个名字好听哦 井上天云 比井上天花还美了 你是什么地方人啊 湖北武汉 哦 湖北啊 一湖之隔 是我的半个小同乡呢 就这样 孟静云和毛泽东呢 就认识了 并且呢 把少女宝贵的第一次呢 献给了毛 之后 孟静云几乎是每周啊 都要去中南海 参加舞会 每次呢 都要和毛泽东跳舞 毛啊 总是亲切的 称她是半个小同乡 这个大胆机灵的女孩 很快呢 就开始在毛泽东面前呢 无拘无束了 她充满了志气的发问 常常引得毛 开怀大笑 在一次舞会上 两个人又聊开了 主席啊 您嘴巴下面有一个质子 听我奶奶说啊 这个是有福气的质子呢 孟静云望着毛泽东 笑咪咪的说 毛泽东听了 看到孟静云 白白净净的脸蛋上 也有一个小小的质子 便笑着说 你的脸上也有一个质子 那你也有福禄 那可不是 您的质子是湖南质子 我的质子呢 是湖北质子 长的地方啊 不一样 毛泽东听了孟静云的回答 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没想到 你还是个小九头鸟呢 什么 九头鸟 天上九头鸟 地下湖北老 你知道吧 当然知道 九头鸟可厉害了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小九头鸟 也很厉害了 我可不愿意当九头鸟 我不愿意人家说我厉害 哦 还有这么大的顾虑啊 我可愿意当个九头鸟呢 只是想当而当不上哦 我觉得九头鸟不好听 怪可怕的 哦 我们武汉的黄鹤楼 您去过吗 从上面的描述 大家可以知道 孟静云是个能砍善聊的人 他不怕场合胆子大 放得开 第一次进中南海跳舞 毛才跳过一支曲子 就敢主动的去邀毛 跳第二支 能砍善聊 有人认为这是毛泽东啊 把孟静云留下来的主要的原因 不过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可能不会认同这一点 毕竟啊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 小女友众多 在这里面呢 很多人都是既漂亮又能干的人 差不多人人都能说会道 而且这些小女友啊 在被派往中南海跳舞之前呢 有关方面都已经对他们的进行过训练 知道了去如何讨毛泽东的欢心 试想一想 毛又怎么会和一个哑巴一样的女孩上床呢 例如啊 毛泽东有个小女友就特别会来事 有一次他去看毛 见到毛闷闷不乐 就要毛呢 猜一个谜语 这个谜语是 毛泽东打喷嚏 毛说猜不出来 小女友说 很简单嘛 毛病 结果引得毛泽东这个老人家那是哈哈大笑 这个叫陈慧敏的小女友啊 那比张玉凤和孟景云呢 当时都漂亮 不过毛泽东并没有把他呢 留在中南海 有人可能就会问 那孟景云是不是床上的表现很特别呢 各位 毛泽东当时的身体那是像王小二过年啊 不只是一年不如一年 那简直是一天都不如一天呢 哪里还有在床上折腾的力量啊 最多呢 也就是过点手饮罢了 所以啊 他花了那么大的功夫 特别把孟景云找回来 在姓氏方面呢 肯定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原因 而是呢 还有找其他呢 更加重要的原因 所以直到现在 毛泽东已经下地狱都快半个世纪了 有人甚至认为 毛泽东留下孟景云 是一个永远无法解释的谜 其实我倒不觉得这个谜呢 有多难解 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的 从毛泽东或者孟景云个人的角度呢 去解谜 那的确呢 是很难解开这个谜团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毛泽东 张玉凤和孟景云三个人合在一起 进行分析啊 就能找到这个谜团的金钥匙 大家都知道 毛泽东到了晚年 很有浓厚的帝王思想 在张玉凤传奇系列的故事当中啊 我们就已经讲过 毛泽东有真龙天子的情节 所以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开始啊 就与张玉凤呢 组成了龙凤配 不过到了毛泽东 制止他的天命 已经快结束了 他对只有玉凤陪他呢 也觉得不足够了 但是他这条真龙 并没有办法 真的是白日飞天 长生不死 也就只好仿效 中国戏曲舞台当中 来打造神仙洞府 人间天堂了 因为呢 在中国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啊 天堂的场景当中 除了有龙有凤 还得有彩云衬托 祥云环绕 还需要锦上天花 不 照毛的话说 那还需要锦上天云 才有天堂的气氛啊 这个时候 曾经的小女朋友 孟锦云就进入了他的脑中 1975年 已经风拙残年的毛泽东 决定呢 就把孟锦云找回来 成为龙飞凤舞的相伴彩云 成为毛泽东 人间天堂的重要拼图 这就是孟锦云重新回到中南海 回到毛泽东身边的真正的原因 孟锦云因为他的名字呢 改变了他的命运 在毛泽东时代 可以说毛可以主宰任何一个人的命运 上次中共政治局常委 一下子凡夫走足 刘少奇 周恩来 明彪如此 孟锦云自然也不会例外 事实上 现在已经75岁的孟锦云 可能都不知道 当年把他打成反革命 送他进监狱坐牢五年的 都是这个他奉献了身体和灵魂的半个同乡 毛泽东一手操纵的 那么毛泽东 为什么要把这个如花似玉的家人 打成反革命 送他进监狱呢 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深仇大恨呢 我们下一次再讲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